今天为您分享到的文章是来自 静静的 人这一生能靠谁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人这一生 到底能靠谁呢 有人说能靠父母 因为父母是我们最暖的港湾 有人说 能靠朋友 因为朋友是我们最好的贵人 更有人说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两者都要依靠 但其实啊 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 都只能在适当的时候拉你一把 真正能帮我们度过难关 闯出一片天的人 永远只有我们自己 还记得小时候 刚学会走路是 走路总是亮亮强强的 我们第一个念头就是寻找父母的身影 依靠父母的双手来站稳步伐 但真正要学会走路 归根到底 还是要靠自己 在摔跤后 自己慢慢爬起来 一次又一次练习站稳 年幼时 年幼时其实我们早已明白 做什么事都要靠自己 因为自己有用 才是最靠得住的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创业初期 就能迅速占领市场 很多人认为 是他的母亲帮助了他 事实上 他的母亲根本没有动用 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他 在遇到困难时 比尔盖茨则一个人静下心来 独处 思考 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对于很多失败者来说 他们之所以没能取得成功 并不是他们的才能不如比尔盖茨 也不是他们不善于抓住机遇 而是他们不懂得在困难之际 靠自己的努力克服困难 反而把时间和精力 放在寻找别人的帮助上 很喜欢网络上一句很励志的话 与其依赖别人去生活 不如咬紧牙关 变成最优秀的自己 是啊 人生路漫漫 你要记住 别人能帮你一时 但不能帮你一世 指望别人过日子 只会把自己的人生 输得一败涂地 所以别指望任何人 能让你做一辈子的靠山 生活中的冷暖 酸涩 说到底 只能你一个人去尝 生活中的挫折 坎坷 终究要靠你自己 独自去闯 曾经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在一场战争中 有两个士兵 历经千辛 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然而他们却在沙漠中 迷失了方向 走到半路 他们身上的水已经喝完了 其中一名受伤的士兵 体力不支 必须停下来歇一歇 于是 他便恳求同伴去找水 自己则留在原地休息 同伴答应了 并把枪递给他 吩咐道 枪里有五颗子弹 我走后 你每隔半小时 向天开一枪 枪声会指引我与你会合 可同伴走了没多久 受伤的士兵 却开始担忧 同伴能不能顺利找到水呢 找到水后 他会回来吗 他能不能听见枪声呢 他越想心里越不踏实 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希望 等到枪里只剩下两颗子弹时 他更是心生绝望 没等到同伴归来 就把子弹送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但实际上 枪声过了没多久 他的同伴就提着满壶清水回来了 如果受伤的士兵 能靠自己的意志坚持下去 不要胡思乱想 让自己安心一点 而不是一味的牵肠挂肚 依赖同伴能早日回来帮助自己 那么 他就不会白白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要知道 在这个社会上 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强大的后台 也不会时常遇到贵人 很多时候 我们能依靠和放心的 不过 就是自己 正如俗话说的 求人不如求己 靠人不如靠自己 想让自己多一点安全感 想给自己多一份安心 就要懂得 先依靠自己 给自己多一些力量 人活一世 无论靠谁 都不如靠自己 因为靠自己才最踏实 可靠 作家海明威曾言 人可以被消灭 但不能被打败 人生浮浮沉沉几十载 最可贵之处 莫过于 我们无论跌倒了多少次 都有重头再来的勇气 要知道 人的一生 是一段很漫长的路途 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 就否定自己 轻易放弃 当你努力奋斗 排除万难后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失败和挫折 都是你未来的机遇 和财富 在国外 曾经有位讲师 给大家上了这么一堂课 他举着一张五十元纸币 对下面几百名听众说 谁想要这五十元 下面很多人 纷纷举起手来 过了一会儿 讲师将纸币揉成一团 又问道 现在呢 下面依然有人举起了手 接着 讲师又把揉成一团的纸币 放进旁边的垃圾桶 然后再把它拿了出来 这时 纸币已经变得脏兮兮 他又问了一次 同样的问题 而下面仍然有人举起了手 最后 讲师和大家说了这么一番话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已经上了一堂 很有意义的课 无论我如何对待这张纸币 你们还是想要它 那是因为 它依旧价值五十元 我们的人生 何尝不是这张五十元的纸币呢 无论我们遇到了多少困难和艰辛 失败了多少次 我们自己也不会失去自己的实力 依然能够发光发热 创造价值 老一辈的人 常常鼓励我们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人这辈子 最大的靠山 不是别人 恰恰是你自己 不怕失败 能够战胜自己的人 才能最终 战胜命运 创造光辉 好了 这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了 喜欢我们的分享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